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主谢谢你 与我们同行同在 让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当中 最该警醒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实时的警醒我们自己 我们在这里信上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是11月3号 今天的竞段是 以示节书28章的第一节到26节 不过我将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对太尔君王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心里高傲说 我是神 我在海中做神之位 你虽然居心自比神 也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看啊 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 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 你靠着自己的智慧 聪明得了金银财宝 收入库中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 增添之财 又因之财心里高傲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居心自比神 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 临到你这里 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 亵渎你的荣光 他们必使你下坑 你必使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 在杀你的人面前 你还能说我是神吗 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的手中 不过是人 不是神 你必使在外邦人手中 与未受割离的人一样 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 其实正巧把当时候 巴勒斯坦地的景况给说了出来 我们要知道 事实上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其实其他的王国也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国王常常自比自己是神 而这一点就是以色列的上帝 与其他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以色列的王 即使他是王 他也不敢自居为神 因为他知道 在以色列当中 唯独上帝是王 因此 如果这些王 他自比敢自比自己是神的话 那么他们必遭遇大难 事实上在这里我们读到 泰尔这个城市的君王 也是如此 他自比自己是神 甚至自比自己是海中的神 但是上帝透过以色列的先知 要告诉这个王 以及这个城 你们遇到这些厄运 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就是你们这些自比为王 自比为神的王 你们将要遭之大难 虽然泰尔这个城市 刚刚好有一个地利之变 他在地中海这个地方 他接受了非常多的贸易出入 是的没有错 泰尔王一定要非常具有智慧跟能力 他才能够让这个吞吐的人潮 在他国内造成一个丰富 以及繁荣的景象 但是这些丰富繁荣的景象 就好像经理公司 经营公司的 会经营公司的人一样 他的确要有非常大的智慧跟能力 但是这些智慧跟能力 堆砌起来的繁荣 却会让人心生高傲 而这个高傲之心 却重重的让人忘记了自己 以至于上帝透过先知以西节 要严严警告泰尔王的是 你要知道 你们遇到灾祸的时候 在那些要杀害你的人面前 你还可以称自己是神吗 你要认清楚自己的本质 你只是人 你不是神 如果是人 那么就承认自己的有限 承认自己的无知 承认自己的罪上的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人的本性 愿上帝帮助我们 不会自称自己是神 把自己的地位高抬到高傲的地步 而是在他面前应于谦虚 这样我们使用的智慧跟才能 真正展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 所得志的成功跟财富 才能够真正宣称 他们是上帝所上市的丰富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主帮助我们 聆听你的话语 知道你的话语 对我们是何其宝贵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祝福临在我们当中 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